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他們都已經習慣了 他們知道你會走 早晚會走 偏向弱勢地區老師的流動率 來來去去 他們知道你會走 可是在地震的這個時候 他們就問了一句 在我實習那一年 他們很想問卻不敢問的話 那句話就是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我覺得我很幸運讓我遇見了這句話 因為它讓我想起 我當初之所以想要成為一個老師的初衷是什麼 我們對於基本能力的要求 非常的明確而且堅持 就是你可以慢一點知道 慢一點懂 慢一點學會 但不能算 那雨下來了 其他人趕快穿縮衣的穿縮衣 躲雨的躲雨的 他本來也是急著要去躲那陣影 可是就在書中過 老師們在課堂上用比較生活化 然後能夠讓學生學會帶著走的能力的一個教學方式 讓學生在基本能力上的提升 同時運用一些比較創意的策略 讓他能夠去運用 並且去實際的驗證自己的學習 老師都不會直接跟我們講那些字的意思 都要我們自己去找 自己去想 自己想出來的印象會比較深刻 然後要花的時間算比較久 但是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這歷史上很少有一家都那麼厲害的 他的爸爸 然後加上他弟弟三人 合成三叔耶 而且不是吃了他的三叔耶 你們喜歡來這邊上學嗎 喜歡 原因是什麼 就都很快樂啊 然後老師都很有趣啊 有的時候老師也會喜歡跟學生開玩笑 就我們會邊開玩笑然後邊上課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邊開玩笑的過程中 老師就可以還教到我們那一課要學的東西 這個學校卻又只有國園自助社的時候 你要這些孩子怎麼辦呢 他們怎麼會對學習有興趣 想辦法去創造成功機會是我們第一個念頭 那幾個字就怎麼會對學餐 那個藝人 都是個藝人 最棒是很多的 哪個藝人 自己在這兒 那些人們全部都會很偷 我們他們才能吃到那個藝人 一個藝人 就是一個藝人 九六年、九七年 無疑地獲得了南投線的代表權 事實上並不是我們表現得多好 而是因為那兩三年南投線 就只有我們學校參賽 兩次參加全國賽的成績是 慘不忍睹的 但是每一次的慘不忍睹回來之後 學生都會更激勵自己 就是說我們要去證明自己 我們能夠辦得到 那個過程 應該講說雖然很辛苦 那個比賽結果我們很滿意 就是優等 然後有個評審給我們九十分 很開心 覺得就是這麼久的訓練以來 就是沒有白費 其實就是不要一直給自己 你限制在看別人的眼光上面 跟自己比賽才是最重要的 創造成功機會它的邏輯性在於說 每一種學科的學習方法不盡相同 但是那一個成功經驗的美好感受是可以複製的 當你要求他或是告訴他 你要不要嘗試試看去挑戰你曾經失敗或挫折的學科的時候 他會有那麼一點點的美好經驗的複製 但是要不然試試看 因為他曾經成功過 因為他曾經成功過 動機激發這部分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 很多時候我們發現學生 他是需要獎勵的 那就加你十點 我們透過這樣的學習護照讓學生去基點 然後同時我們提供了一個跳蚤市場的一個 增強的機制讓學生去兌換 最珍貴的不是你換到了什麼東西 而是你擁有了換的能力 所以你可以說它為問一個問題 或你可以說它為說你做了什麼 那這樣合理嗎 對 對 對 大家也明白嗎 對 沒有 我的名字是Larry 我三次玩了手機 他第一次Skype的時候 我們這邊的學生就是會 很緊張的臉紅 心跳加快 呼吸急促 然後呢 對著鏡頭說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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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你是在告白嗎 怎麼會那麼緊張呢 就是他知道他會寫 他也懂 但是他就是說不出來 I don't donate the book yesterday very good very good 但是經過一次兩次三次之後 那天我聽到他們的對話內容是 我們這邊的男生就會問對方的那個 那個女大學生就說 Do you have a boyfriend 就是會問這樣 就進入到一個狀態去了 十層天室 尋將懷疑 懷疑一位情 相與故與中 假設你在學期當中沒有辦法如期的完成 你必須在寒暑假把你落後的 把你沒有完成的這個部分呢 去把它補救起來 把它完成 鳥心腳腳和看你 前前左出手 雜雜弄幾度 終日不成長 雜弄幾度 總日不成長 今天因為 其實因為那時候我 不知道從從這個學校覺得 有點偏僻啊怎麼樣 原本是不想來 其實因為那時候我 就是老師的態度差得非常多 因為以前在那個學校 人太多了 然後老師也很多根本記不住你 然後上課的時候 他就是念過去就算了 非常喜歡這邊的學習環境 有點捨不得畢 那種感覺 讓學生透過教學方法的改變 而擁有基本能力 那他才有能力能夠登上那個舞台 他就覺得在這個學校裡面的學習 是充滿樂趣的 因為他可以因此而得到成就感 你知道1乘以1乘以1乘以1萬次 它還是1 但是只要多0.1 1.1乘以1.1乘以7次 它就會是2.14358881 即便只是多了0.01 1.01乘以1.01乘以70次 它就會大於2 我要說的是 如果政府或國家 付我們老師薪水 對學生做該做的事是1 那我們每天 對學生做該做的事 領該領的薪水 一輩子到退休 我們都問心無愧 可是那個1 終究還只是1 如果我們願意 在教學上 多那麼0.1的改變 即使只是多了0.01的改變 然後我們堅持 有一天 我們就會發現 這樣的改變 會成就更多的學生 我們必須這樣子的 堅持0.01的改變 是因為我們面對的 不是別人的孩子 是自己的未來 我們一會兒 我們會不會 我們再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